接下来我们介绍更换保险师 那有的时候同学在使用直流电流测量的时候 会不小心把保险师烧坏 导致你接下来的测量都会发现它都没有值 它的值都是显示零 那当发生这个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更换保险师 那保险师的位置请大家翻到这个机器的后面 那就是类似更换电池 我们也是把这个备盖移除 那备盖移除这边 因为它这个电池挡着 所以我们也把电池拿下来 那你会发现到这个 就是所谓的保险师 那我们更换保险师 可能就要接住一些工具 那像助教手边有的工具就是这个碳棒 那我们把这个保险师把它拆下来 这个就是保险师 仔细看的话里面会有一个很细的湿线 大概跟头发粗细差不多 那它达到保护效果的时候 就是里面的那一根细湿会被烧断 那一旦烧断的话 我们的电流档位它就没有办法在正常工作 所以我们更换保险师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已经断掉的湿线更换 那像现在这个其实它没有坏啦 所以我们这边只是拆下来示范一下 那你要更换的话其实就是把刚刚的步骤倒回去做 我刚刚是把它用碳棒把它卸下来嘛 那我们现在这边就是把这个保险师在这个接头上把它压回去 好那它是这边会自动把它夹起来 好那基本上这样子保险师就算是更换完成 然后我们再把刚刚的电池放回去被盖 再把它盖起来 那这个就完成了我们的保险师更换 谢谢大家